车站因旅客而存在 身为捷运设计者 以旅客观点提升安全并强化服务 是我们努力不懈的目标 在旅客安全上 如何在复杂的车站动线中 找到每一位旅客的逃生路径 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在旅客服务上 旅客反应转程路径过长 以及人潮拥挤 是我们要持续精进的方向 我们思考以演算法 找到旅客最严峻逃生路径 优化设计流程 确保旅客安全 并作为后续发展动态逃生指标之基础 过往 我们以专业经验判断旅客逃生路径 现在 我们开发城市 截取车站BIM模型 转换为点线超像图 透过演算法 检视1300多万条路径 从中自动挑选最严峻逃生情境 此技术已运用在北捷万大线 透过火场与人流模拟结合 确保每位旅客逃生的时间 以及路径的安全性 在车站转程设计上 我们调查旅客行为 建立预估模式及空间指标 优化设计流程 提升车站服务 调查北捷营运中的八个转程车站 以影片截取旅客动线参数 建立数学预估模型 预测旅客行为 模型解析程度可达约75% 收取366份有效问卷 依据国人对车站空间的感受 发展本土化空间指标 作为车站设计时的依据 结合人流分析 与北捷外纳线高架转地下案例中 转程时间仅需三分钟 在桃园地铁转程桃节绿线中 亦可确保大量旅客 于车站内的舒适度 以旅客观点 结合城市开发 优化设计流程 带给旅客安全且舒适的车站 是我们努力不懈的使命